嗨大家好 歡迎收看 Momo愛喝吧 怎樣 不要嚇到是不是 好 那我們十月底的話呢 就是我們的一年一度的萬聖節又到了喔 好 那今年的萬聖節呢 就想說再做一點就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我們今天的主題是抹茶怪獸 好那至於抹茶怪獸要怎麼做呢 我們就往下看 但是在開始之前的話呢 大家不要忘記喔 要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喔 不要忘記追蹤我的IG OK 那我們就開始吧 那第一個步驟的話呢 就是我們要做我們的抹茶怪獸 那抹茶怪獸呢 起源就是沒有起源 哈哈 怎麼叫沒有起源 因為想說萬聖節就是想要 到底不太一樣 但是 又給小朋友可以覺得有趣的飲品 所以呢 我們可以先拿巧克力 巧克力抹醬呢就是抹在旁邊 然後因為其實就是因為你把巧克力就是 沾在上面之後 其實你在喝的時候呢 它也可以一起喝到巧克力的風味 所以呢 我們就很豪邁的給它抹下去 這種類型的調依就是一個比較放縱感的 因為通常結慶都會是比較歡樂的一個氛圍 那接下來的話呢就是 可以選好它一個可愛的位置 我們來給它一個眼睛 很可愛吧 欸 這裡面還有忍者龜耶 好 那我們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的戴著眼罩的抹茶怪獸眼睛就做好囉 好 那因為呢萬聖節大概就是已經都夠忙了 所以呢我們為了要減輕大家的負擔 所以這邊一定要設計的非常的簡單喔 第一個呢我們要打我們的抹茶基底 那我們的抹茶基底的話呢 首先要加入我們的牛奶 因為牛奶跟抹茶就是搭配起來的話呢 它能夠呈現一個就是非常豐富跟飽和的質地 也是很常菜會做的做法 那如果說今天你是對乳製品購免的話呢 你可以換成燕麥奶咖啡式這樣也很不錯 然後再來第二個部分的話呢 我們加入煉乳 那煉乳的話是我自己非常喜歡用在就是乳製品類的冰沙去製作 那由於呢因為煉乳呢它的甜度很高 但是它會帶有一點乳製品的香氣 然後所以在風味上面的呈現的話呢會非常的棒 然後再來第三個的話呢 我們會使用到我們的抹茶粉 那我抹茶粉的話呢 我是使用就是靜剛的抹茶粉 然後我在加進去之前呢 我有稍微用就是摔網去過一點過濾 然後讓它的風味在裡面可以更細緻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再把我們的冰塊加進去裡面 接下來就是歡樂的攪拌時光 好我們先用中速打 然後呢等到它打勻之後呢 我們知道之後我們會再開高速 讓它把冰沙收細之後呢 然後就可以囉 那我們現在的話呢就是我們的抹茶的冰沙已經打好囉 那我們就用湯匙稍微來檢查一下它的內部 它呢它會有一個就是肩挺的一個冰沙的狀態 然後呢它會帶有一個非常亮眼的一個綠色色澤 這樣就可以囉 那我們打完我們的抹茶冰沙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把它倒入我們的杯子裡面喔 那我們的抹茶怪獸就完成囉 好那我們來試喝我們的抹茶怪獸囉 嘴巴比較豐富一點 很好喝的事情就是說呢 因為裡面的抹茶的味道呢非常的濃厚 所以呢在喝進去裡面的時候呢 它其實會很像是我們這樣抹茶煉乳冰沙的那種口感 但是因為我們旁邊有沾了就是杯口沾巧克力嘛 所以其實杯口巧克力是很瞬間可以跟抹茶融在一起 所以它會有一個加成的效果 所以今天不管是你想喝一個濃郁一點的甜點感 或是你想單純喝一點有點比較乳製品 有一點奶香的抹茶冰沙其實兩種的喝法其實都很好喝喔 那這邊的話呢其實非常的簡單又快速 那也歡迎在大家呢就是聖誕節 歡迎大家在萬聖節的時候可以跟我一起做喔 那我就祝大家萬聖節快樂囉 Cheers 就是堅挺的一個冰刷 冰刷冰刷冰 它會有一個堅挺的冰沙的狀態 到現在